中共病毒疫情持续在中国各地肆虐之际 中国河南省一名四岁男童 日前发现感染了H3N8禽流感 这种H3N8病毒过去只在马 狗 海豹和禽类身上被验出 中共官方称这是全球首例人类感染 华尔街日报报道 中国正遭受严重的疫情冲击 面临经济放缓 但有消息指习近平在内部讲话中 要求确保中国2022年的经济增速超过美国 不过彭博报道 占中国经济三分之一的地区在第一季的增速 低于全国经济成长 显示疫情封锁所造成的损失 其中包括最大的两个省级经济体 广东和江苏 其他还有河南 上海 天津等地 从台湾团体飞轮海出道的汶莱吉艺人无尊 前几天在微博透露他们一家的动态 3月30日搬到上海 4月1日开始居家隔离 曾大赞中国防疫的他 刚落地上海就遇到疫情大爆发 并严厉封城 对此他感叹生活不可预测 国军抗任名将张志忠之女 张连云日前在北京病故 中年99岁 他的父亲张志忠 是中华民国陆军二级上将 抗战英烈 西下有四名子女 张连云是他唯一的女儿 排行老三 中共篡政后 张志忠被批判为军阀 他的子女和家人 在文革中惨遭批斗 新唐人亚太电视整理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